健康台湾论坛最终场 准总统赖清德率领内阁团队出席 听取一届的建言 而传出将接任政务委员的 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也低调的现身 另外呢具有医师背景 前民进党立委林静怡 也传出渴望接任卫福部证次 林静怡则表示尊重相关的人事安排 而赖准总统上任之后 将推动健康台湾 他也以身作则 笑说之后再也不喝全糖的珍奶了 未来我如果喝这个珍奶的话 我不再喝全糖 要喝低糖 连最爱的全糖珍奶都能妥协 准总统赖清德以身作则 上任前举办一系列论坛 为日后推动健康台湾铺路 随着论坛进入委身 赖准总统也率领未来内阁团队 当面听取一届建言 我内心从来没有忘掉 我是一届的一份子 我有一个梦想 我应该是要利用我的专业 结合一届来打造健康台湾 靠我个人一定是利有未来 我第一个想的就是 我的老师陈志宏 现在我当选总总碰到困难 他又出来帮忙 就承纳了医学教育的 受货服务是非常好的 转政副隔魁 卓榮泰 郑立军 转卫福部长邱泰源都来了 未来隔园一字排开 映入眼帘的还有他 传出勇望兼任卫福部政务次长 尊重那个院长跟部长 接下来的处理 倒是我们的健康论坛 我从高雄厂就一直都有参加 所以在里面一直都 跟大家做很多的讨论 前美濟党立委林静颖 原来是中山大学 附设医院妇产科组织医师 担任过两届立法委员 致力为医护人员权益发声 林静颖也在脸书表示 不论在体制内外 都持续关注医疗制度议题 未来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 都是如此 传出将接任政委 前卫福部长陈时中 低调现身论坛 与准部长邱太元 坐在疫情以后互动却不多 将来陈时中若扮演 监督卫福部的角色 恐怕牵动一届 派系角力 连问题都不听 快闪步入会场 政委与部长间的余亮情节 从这反应似乎已见端倪 而新内阁就要上任 赖准总统帅团队 汲取一届建言 为日后医疗政策 提供重要的施政方向 这一篇因为打开报道